各位学员大家好,我们继续学习2022年著作怪奇师审计CB班的内容 那下边我们看专题五,存货尖盘 存货尖盘很重要,存货尖盘特别重要,存货尖盘非常重要 首先它可以考客观期,而且不止考核一个 另外它在简答题里边几乎每年壁后有学员碰到简答题 另外存货尖盘可以考核综合起,凭什么 它跟前边专贴二含症一样,是实物性很强的一个考解 所以一定要各种提醒都要掌握住 我们先说第一个方面,存货尖盘什么,概述 我们一定要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去考核存货 在这儿我说几句话,您听好了 综合题的第一种考法,它会告诉你是这样的 说因为我进行了存货的尖盘 我保证了存货的数量 我保证了存货的数量,没问题 这个说法大错特错,为什么,理由很简单 还应当,还应当关注存货的状况 也就是质,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将来考试时,它会告诉你,我的存货金额重大 随便说,他说我检查了 什么入库单,出库单 还有我们所说的什么签收记录等等 随便说,这句话是错的 理由很简单 应当进行存货 这是第二个考点 第三个考点 它告诉你,我尖盘了存货 于是,我认为存货记录准确 这个做法是错的 理由很简单 你尖盘存货 能解决的问题是存货的数量 和状况 但你敢跟我说存货的记录准确 一定要说还应当 对单价进行测试 这三个考点 您老上家必须会 简单综合几乎每年必挑一个考 下边我们看标题一 存货尖盘的作用 存货尖盘记录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程序 综合性的程序 我们应该在现场实施存货尖盘时 实施下列升级程序 对不起 把这四个程序 您就是累吐鞋 也要一个字不落的给我背下来 我说的是让您背下来 第一个 评价管理层用于记录和控制 存货盘点结果的指令和程序 这个相当于是在做什么 控制测试 第二个 观察管理层制定的盘点程序的执行情况 这最重要的一个考点是啥 必须做 您只要没做第二个程序 您是有罪的 观察管理层制定盘点程序的执行情况 他只要没做这个 他随便说 说因为我对背审计单位存货的内部控制进行了测试 我认为内部控制运行无效 于是我进行了大量抽盘 你随便抽 但你没有观察管理层制定盘点程序执行情况是错的 一定要做 这是一个 这两年必考的考点 第三个 检查存货解决的是状况 解决的是数量问题 他解决不了担价 所以他要说保证存货记录准确 您还要对担价进行测试 第四个执行抽盘 我说几句话 抽盘 第一句话是 不能事先告知 为什么 否则因 审计程序 易于预见 而影响或者说降低其有效性 这句话给我背下来 抽盘这块的内容 给我往下背 第二 抽盘可以在盘点的同时 可以在盘点之后进行 但是不能提前 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 我们是从以盘点的存货中进行抽盘 第三个 抽盘本身就是一个局部的概念 比如说 比如说我选定A产品进行抽盘 我选定A产品进行抽盘 您记住了 我们应该是对全部A产品抽盘 而不能说我在从A产品里边 再选一部分A产品进行一个局部的局部的抽盘 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那么这几个点是大家一定要能掌握住的 最后再说一句 如果抽盘有差异 你可以让被审计单位重新盘点 是所有的仓库 所有的存货都重新盘点 不是 只是把你有差异的 比如说A产品的全部进行盘点 而不是所有的存货都进行盘点 这是第四个 如果再说一句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抽盘 实际上是能解决验证问题的 后边我还会再说 把这几个点您就是类图鞋 要能给我记住 这儿是实物性很强的知识点 可以考简单 可以考综合 这四个点 加上我这给你总结的三个点 不要小瞧着 看着很low 看着很平淡无奇 几乎年年都在考题 别错了 把这四个程序先给我背起来 好 第二个 存货监盘的相关程序 可以用作控制测试 或实质性程序 这个理念性的东西 要能给我记住 那么我主要是根据风险评估 结果 审计方案和实时的特定 程序做出判断 这个虽然是举例 可以把这个给我背下来 在综合体里边考过 如果只有少数项目构成了存货的主要部分 诸多怪记师可以选择将存货 监监盘用作实质性程序 这句话是对的 千万注意 第二个 存货监盘的责任就告诉您几个字 不能代为盘点 永远记住 定期监监盘 随便说 诸多怪记师不能代为盘点 否则责任划分不清 这是第二个点 这个点只要考存货监盘 几乎年年都会考到的点 第三个 审计目标 存货监盘最能实现的是存在这个认定 而且百分之百能实现 但是存货监盘可能能实现完整性 还有准确性顿号计价和分摊认定 也能提供部分的审计证据 比如说你的存货状况出问题 已经臭了烂了 那么会影响准确性顿号计价和分摊 在这儿有一年综合体考了一个题目 他怎么考的 他说我询问了管理层 他说我询问了管理层存货是否均已纳入监盘范围 这句话是错的 为什么错的 打理由的时候 你就打紧实施 询问程序 不足以获取充分适当的闪计证据 这个点别错了 另外我们存货监盘很难实现什么权力和义务这个认定 如果你要有精力把这句话给我背起来 存货监盘本身并不足以提供 诸多管理层存货所有权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模仿的也模仿个七七八八 其他的不用背 标题二 存货监盘计划 我们制定存货监盘计划的基本要求是了解加什么评价 我要了解背审计单位存货的相关情况 记住了 这儿是简达和综合经常爱考的 再强调一遍 您评价的是背审计单位的存货盘点程序 我高达上诸多管理层制定的存货监盘计划 无需进行评价 一定要能把这个点给我掌握住 至于说制定监盘计划的主要内容 简单的了解性 除了制定监盘计划 下一步就是实施监盘程序 前面说过了 把这四个程序 您就是类出鞋 要能给我背下来 一个字不落地背下来 就是因为同时实施这四个程序 我们才可以说存货监盘是一个综合性 制定存货监盘计划 应该考虑的相关因素 这让你背的东西不多 但是点要掌握住 第一个 与存货相关的重大挫暴风险 说几句话 哪怕你跟存货相关的内部控制 运行有效 也就是说内控我进行测试了 有效 如果他说 于是我评价与存货相关的重大挫暴风险 重大挫暴风险为低水平 这句话是错的 有人说没错呀 内部控制运行有效 怎么与存货相关的重大挫暴风险 就不是低水平了 实际上理由很简单 如果你是服装产品 容易存在什么 过时 鲜活易辅的商品 容易变质 高科技含量的产品 容易过时 单位价值较高的产品 容易被盗窃 哪怕你内部控制运行有效 也不能直接得出 与存货相关的重大挫暴风险 为低水平的结论 别错了 第二个 对存货盘点是否制定了适当的程序 并下达了正确的指令 他说了12个方面 这有些东西需要大家背 记住 盘点最好安排在期末 尤其内部控制不好 比如说控制环境薄弱 我们提前滞后都不好 所以将来考试 他给你编故事 他说我为了达到及时性 我提前安排存货盘点 这句话是不对的 尤其他给了你内部控制不好的情况下 更不能这样 第二个是最容易考的 再说一遍 同一种存货在不同地点存放的 一定要同时同时同时安排盘点 随便说 他说我存货30%存放于公司本部 70%存放于外租仓库 我决定要进行尖盘的时候 外租仓库的管理员告诉我不在 他说于是我今天尖盘了公司本部 明天尖盘外租仓库 同一种存货在不同地点存放的 一定要同时安排盘点 第二个 存货的盘点范围 记住了产权属于你的 一定要纳入盘点范围 我们经常爱说一话 以12月31日下午5点为戒 5点之前买进来的 纳入盘点范围 这最爱考的如果是已销售的产品 但是购买方没有把东西运走 坦全不属于你的 记住了 不纳入盘点范围非常重要 第三个盘点人员的分工机胜战能力 我再说一遍 哪怕盘点人员的分工和胜战能力再不行 第一您必须观察 盘点程序的执行情况 必须观察 第二 如果盘点人员的分工和胜战能力 好还是不好 直接决定你后边抽盘的什么范围大小 但是不论那胜战能力好还是不好 你必须进行观察盘点程序的执行情况 这千万别错了 第四个盘点前的会议机任务布置 不用再说了 第五个 存货的整理和排列 说几句话 如果是乘箱马放的 一定要开箱什么 检验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如果我们有标示重量的 记住了 一定要重新重新乘量 而有一些存货的状况 我们是看不出来的 可以考虑利用什么 专家的工作 我现在不是讲基础班 我都已经讲到西地班了 这些点大家要反应过来 六七没有什么 存放在外单位的存货的盘点安排 记住了 哪怕放在外单位 我也可以进行存货监盘 但是大家记住 因为我监盘的时间 可能跟别人碰不上 我可能首选韩正 其次 实在不行 我进行什么 监盘 这个监盘可以我自己 亲自进行 可以由网络事务所 代为执行 都没关系 后边我们还会再说 这个点 第九个 存货收发截止的控制 记住了 就以12月31日下午5点为戒 5点之前属于我的 都纳入盘点范围 5点之前不属于我的 都不纳入盘点范围 第十个 盘点期间存货的移动控制 记住会说一句套话 划分出独立的过度区域 第十一个盘点表单的设计 使用和控制 两个词 第一个是连续编号 第二个是全部收回 无论是已使用 未使用 哪怕作废的盘点表单 必须全部收回 后边有一句话 您老人家是要背起来的 第十二个没什么特别的 第三个点 存货 存放地点 记住了 我说几句话 第一 我如果碰见存货 金额重大 记住了 应当 进行 尖盘 没有尖盘 您是有罪的 第二 我是所有地点的存货 都进行尖盘吗 不是 并非所有地点的存货 全部要进行尖盘 这儿一共有三个点 可以考题 记住了 如果备审 以待位的存货 存放在多个地点 诸多管理师可以要求 被审计单位提供一份 完整的存货 存放地点的清单 只要是来源于 被审计单位的存货 或者来源于 被审计单位的资料 我们既要注意准确性 也要注意完整性 这个点是可以考综合题的 哪个点 如果是被审计单位 从他那获取的资料 既要关注准确性 要关注完整性 所以他给我提供一份 存货存放地点的清单 他如果说被审计单位 这一块内容考的东西特别火 他给我提供了一份 存货存放地点的清单 他说于是我从中选取了 尖盘的地点 这句话是错的 中间少了一个环节 我们要验证清单的什么 完整性 这是第一个考点 别错了 只要被是你待会给我提供的 什么存货叠加准备的名气表 要存货获零分析表 要你就应该说我要验证完整性 验证准确性 看看他给了完整性还是给了准确性 那么选取适当地点 进行键盘 这是第一个考点 第二个 我们验证的是要执行五个程序 这五个程序 如果我是你 我会把它背起来 如果我是你 我会把它背起来 比如说第一个 询问被审计单位 除管理层和财务部门以外的其他人员 第二 比较被审计单位 不同时期的存货存放地点清单 关注仓库的变动情况 以确定是否存在一个仓库变动 而未将存货纳入盘点范围的情况 第三 检查被审计单位的出入库 关注是否存在被审计单位 尚未告知的仓库 第四 检查费用支出民息账租赁合同 关注是否租赁仓库了 并支付租金 第五 检查固定资产民息账 看看是不是有可用于存放存货的房屋建筑物 这五个程序 如果我是你 我会把它背起来 这是第二个考点 第三个考点在这儿 记住了 我们要考虑两个因素 第一 我可以根据不同地点所存放存货的重要性 怎么能体现它的重要性 最典型的就是按存放存货的金额降续排列 只要他说我按照存货的金额降续排列 就等于考虑了不同地点所存放存货的重要性 但是第二个因素 但是第二个点他必须有对各个地点与存货相关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 他只说第一个点 你就说错误 还应当考虑各个地点与存货相关的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 两个都考了 我选择适当的地点进行键盘 并记录相应 选择这些地点的原因 所以这儿一共是三个考点 如果备审计单位给你提供了存货存放地点清单 你不能直接选择键盘地点 要考虑其完整性 或者说还应当考虑存货存放地点清单的完整性 就是这五个程序 第三点他给了你行的第一 你要考虑不同地点所存放存货的重要性 第二要考虑各个地点与存货相关的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 他最容易考的是第二个 这俩说齐了 那就没问题了 然后括三存货键盘计划的主要内容 存货键盘的主要目标 如果我是你 我累出鞋也把它背起来 一分 为啥呀 因为他会给你一个存货监盘的主要目标 不全 你要答的时候 只需要注意一点 结合题目资料 题目资料告诉你 被审一代位是假公司 你一定要说获取被审一代位 括号假公司 没有这三个字 估计这个分你就得不到了 或者你说直接就说获取假公司 资产负债表日有关存货的数量和状况 记住了他解决的是数量 他解决的是状况 但是存货键盘没有解决单价 所以他只要说记录准确 你要说对单价进行测试 以及有关管理层存货盘点程序可靠性的审计证据 检查存货的数量是否真实完整 是否归属被审 你代位存货有无回损 陈旧过失 蚕测和短缺等情况 把这句话 你就是类吐鞋要给我背起来 听明白了吗 这分是白给的 那么第二个存货监盘范围的大小取决于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 存货的内容静置 与存货相关的内部控制的完善程度 重大挫暴风险的评估结果 我们整本审计教材 唯一不考虑重大挫暴风险评估结果的是什么 确定重要性的基准 不用考虑基准的重大挫暴风险 第三存货监盘的时间 记住了抽盘是从已盘点的存货中抽盘 可以在盘点之后 可以跟盘点同时 但绝不能提前 这个点前面说过 然后我们看标题三存货监盘程序 我们要注意 入库前和入库出库前是不是纳入盘点范围 永远再说一句话 以12月31日下午5点下班为例 5点之前产权属于我被审计单位的都要纳入盘点范围 产权已经不属于被审计单位 哪怕你是4.59把这个存货卖了 不再纳入盘点范围 别错了 简单吧 简单 它真的考 而且不止一次考 记住了过渡区域 过渡区域的目的是防止我们所谓的漏盘 或者是重盘 别错了 第四个 执行抽盘 记住了执行抽盘有几个点 第一 我们要注意是双向抽盘 第二 你一定要注意 双向抽盘的目的是背后获取有关存货盘点记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的审计证据 这句套话一定要会输 第三 双向抽盘是从哪到哪 我可以从存货盘点记录中选取项目 追查至存货实物 这是不是类似于是逆查呀 其实它能证明存货的存在认定 而另外一个从存货实物中选取项目追查至盘点记录 类似于顺查 它能证明你存货记录的完整性 双向抽盘 把这两句话最起码能给我模仿个七七八八 这是高频的简达和综合体的考点 千万别错了 然后在这说几个注意事项 第一个 你背写了也行 你会模仿着写也行 诸多冠记师应尽可能的避免让被审计单位事先了解 抽取检查的存货项目 那句套话一定要会捉 否则因易于预见而降低审计程序的有效性 第二个除记录注的怪计师对存货盘点结果进行测试的情况以外 获取管理层完成存货盘点记录的复印件 也有助于诸多写计师日后实施的审计程序 以确定备审计单位期末存货记录是否准确的反映了实际的盘点结果 这个能知道就可以了 在这儿有一个差异的处理 我前面已经提示过了 检查的内容通常仅仅是已盘点存货中的一部分 部分里边不能再有部分 你确定对A产品进行抽盘 你要对A产品的全部进行抽盘 不能再有拘捕 那么如果抽盘过程中存在错误 我要查明原因提请被审计单位更正 必要使我扩大检查范围以减小错误 或要求被审计单位重新盘点 但是这个重新盘点不是对所有存货 比如说只是A产品有差异 我让你把A产品重新盘点 我只是让你把A产品重新盘点 别错了 这样的点没办法写标准答案意思对了 他就给份 然后标题五需要特别关注的情况 存货的盘点范围还是两个字 产权 表11-5 其题一般 我没再给您往讲一声份 前四种 前四种 特殊类型存货的监盘程序 您就是类吐鞋要够背起来 比如说钢筋盘条 管子 木材 这些很难要标记的 我们应该怎么应对 散装物品 我们应该怎么应对 把前四种你就是类吐鞋 要够背起来 去看教材 去看基础班 这我不再一个个去说 第六个 存货监盘结束时的工作 记住了 再次观察盘点现场 以确定所有应纳入盘点范围的存货 是否均已纳入盘点范围 记住了 产权不属于你的 绝不能纳入盘点范围 产权属于你的远在天边 也应该纳入盘点范围 第二句话 把它给我背起来 我让你把它给我背起来 取得并检查 以天用作废 未使用的盘点表单的号码记录 记住盘点表单是八个字 叫连续编号加上全部收回 确定其是否连续编号 查明已发放的表单 是否全部收回 最后一句话 是最值钱的 并预存货盘点的汇总记录 进行核对 没有核对 您是有错的 把第二句话最好能给我一个字不辣的背起来 第三句话 一个字不辣的给我背起来 这一块内容 大家最爱考的是第三句话 高评考解 如果存货盘点日不是资产负债表日 他随便给 比如说他审的是2021年 哪怕他告诉你 我是在2021年12月30日进行盘点 他告诉你盘点结果满意 不对 就答这句话 固定了模板 连第二句话都没有 诸多怪记师应当实施 适当的审计程序 确定盘点日与资产负债表日之间存活的变动 是否已经得到恰当的记录 写到这儿就可以了 把这句话一定要能给我背起来 第四个 诸多怪记师可以结合盘点日制 财务报本日之间的间隔期的长短 相关内部控制有效性等 进行风险评估 设计和执行适当的审计程序 这儿有四个程序 如果我是你 我会把它背起来 就是我们如果不是在资产负债表日盘点 我要进行哪些程序 实际上比较盘点日制财务报本日之间的存活信息 以识别异常项目 并对其执行适当的审计程序 第二 对存活周转率 存活交双周转天数等实施 实质性分析程序 第三 对盘点日制财务报本日之间的存活采购销售 分别实行双向检查 第四 测试存活销售和采购在盘点日制财务报本日的截止是否正确 我要是你 我把它背起来 有人说老师 我背这么多只得六分植吗 您自己判断 百分之百考的点您不背 然后呢 有些点考了您不会 您最后还想及格 怎么可能呢 天上哪有白掉馅饼的 所以存活键盘这 我让大家背的东西比较多 不要抱怨考试师 他真的就是这么考 第七个 特殊情况的处理 如果我在存货盘点现场实施存货 键盘不可行 记住了 比如说存货是有毒有害的 存放在境外 而外地正在发生战争 这时候我可以考虑实时替代程序 实在不行考虑审计件的类型 这没什么特别的考解 第二 因不可预见的情况 比如说气候原因 比如说柱头盖是本身的身体原因 导致无法在存货盘点现场实施键盘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应对 如果我是你 我会把它背下来 如果由于不可预见的情况 无法在存货盘点现场实施键盘 举个例子 人家被审计单位已经定好了 是2021年的12月29日到12月31日进行存货盘点 那你尖盘的日期是不是应该跟它的盘点日期还记得三个字叫相协调 也应该是29到31日 但是28日下了特大暴雪 你就是去不了 这时候把后边这句话一个字不落的给我背去了 柱头盖是应当另择日期实施键盘 并对尖壳期内发生了交易实施审计程序 我要进行大量的抽盘 而且我把存货监盘用作实质性程序 这句套话虽然容易 但给我背下 很重要的一个解 第三个 如果由第三方保管和控制的存货相应的程序 2016年就让你默写这个程序 把它背下来 像持有背审 你待会存货的第三方 韩正 首选 我们选韩正 因为有知悉情况的第三方 关注存货的数量和状况 第二 实施检查或其他适合具体情况的审计证据 这个其他审计程序 可以看作韩正的替代程序 也可以看作追加的审计程序 这个程序它列是了四个 2016年让你默写三个 你不背 怎么能搭得上来 实施或安排其他助投会计师 比如说我们所谓的网络助投会计师 实施对第三方存货监盘 可以 获取其他助投会计师或服务机构的助投会计师 针对用于保证存货得到恰当的盘点 和保管的内部控制适当性而出去的报告 还有检查域第三方持有的存货相关的文件记录 比如说仓储单 还有当存货被作为抵押品 要求其他机构和人员进行确认 这一块内容的程序一定要能给我背个七七八八 未来高达上的助投会计师们 这样的题是白给分的 只要背下来就有分 到这儿为止 我就把第十一章 我们队营的存货监盘的内容 给大家复习了一遍 那下边我们看专题演练 先看2020年的一道简答题 他说制造业企业 让大家想到了什么 记住制造业企业的成本核算 是老大男非常重要 可以说他的成本 是我们所谓的重大的什么 账户余额 如果是对存货来说是重大账户余额 对于营业成本 我们可以说是重大的交易类别或披露吧 没错 甲公司ABC事务所的常年审计客户 A住的外师负责审计 甲公司2019年度的财务报表 与存货审计相关的部分事项如下 他一共给了五件事 要求针对上述第一至五项 逐项指出A住的会计师的做法 是否恰当 如不恰当简要说明理由 恰当还用吗 不用了 一定要小心 在测试2019年度的营业成本 这叫重大交易类别 A住的会是检查了 慢点 一定给我读仔细 检查了成本核算系统中 截转营业成本的设置 这个其实是在做什么控制测试 并检查了财务经理对营业成本计算表 复合审批记录 结果满意 据此认可了甲公司2019年度的营业成本 可以吗 不可以 我们对重大的账户余额和交易类别 及相关披露 咋着应当实施 实质性程序 还是在口这个点 所以第一个 不恰当 制造业企业的营业成本 通常涉及重大类别交易 或者叫重大交易类别 我再说一遍 资产负债表的项目 我们说重大账户余额 而这人家提的是营业成本 要说重大交易类别 听明白了吗 这是规矩 对重大交易类别应当实施 实质性程序 这个点 你们心自问一下 考过多少次 只要说重大 大额 大量 都答这句话 第二个 A注的块是取得了 您听好了 只要是被审计单位提供的信息 您随便说 我要关注两个点 第一是完整性 第二是准确性 通常他给你的是准确性 让你答的就是完整性 往前都提 什么存货跌价准备明细表 存货零分析表 存货存房地点 你随便说 什么盘检记录 我要关注的就是完整性 准确性 他说取得了假公司 2019年末存货跌价准备明细表 测试了 一说测试 他完成的是准确性这个点 明细表中存货的数量 单位成本可变现净值 检查了明细表计算的 看见了吗 准确性 结果满意 据此认可了被审计单位 年末的存货低价准备 只要是被审计单位提供了信息 什么韩正的清单呀 存货获零分析表 存货低价准备明细表 利息支出计算明细表 你随便编故事 我就关注完整性和准确性 到这对吗 不对 没有关注完整性 不恰当 应该测试或者未测试 存货跌价准备明细表的完整性 这样的套话 您老人家必须会说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假公司对生产工人 采用机架工资制 在对直接人工成本 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时 A注冠时取得了 生产部门提供的 产量统计报告 还有人事部门提供的 计价工资标准 慢点 生产部门也好 人事部门也好 虽然跟财务没关系 是不是都隶属于 被审计单位内部 对 隶属于被审计单位内部 如果他直接说 据此计算了 直接人工成本的预期值 他没有说这句话 评价了相关信息的可靠性 这句话是错的 但是现在为什么是恰当的 就多了这句话 一定要记住 等于还是再掏这句话 被审计单位提供的信息 我要注意完整性 我要注意准确性 那我这评价了相关信息的可靠性 那这句话就是对的 考试时有时他会这么改 他说由于什么生产部门 人事部门 不属于财务部门 所以无需评价 错了 要知道对 他对在哪 错 他错在哪 你获得的任何信息 都要评价相关信息的可靠性 或者准确性 这千万千万别错了 有人说乍打不提完整性 他给你提供的产量报告 他给你提供的计价工资标准 你这只是去点一个预期值 所以括号三是恰当的 不用说理由 第四个 A著头怪解师于2019年12月31日 对假公司的存货盘点 实施了尖盘 慢讲 你审的是2019年 你就是在2019年12月31日 对假公司存货盘点实施尖盘 貌似时间不用相协调 啥意思 如果人家的盘点是2019年12月29日到31日 你尖盘的时间也应该是2019年12月29日到12月31日 这是第一个点 我的尖盘时间 跟你被审计单位的盘点时间要相协调 第二个 一定要注意 这是资产负债表日 如果不是资产负债表日 我们要考虑盘点日 至资产负债表日存货的变动已经得到了恰当的记录 就是那句话 他说 因人手不足 管理层和A著头怪解师分别执行了其中的八个仓库和两个仓库的盘点 错了 不能代为盘点 你就打定期对存货进行盘点 确认存货的数量和状况没问题 是管理层的责任 在管理层完成八个仓库的盘点以后 A著头怪解师取得了管理层编制的盘点表 从中选取项目执行了抽盘 结果满意 据此认可了盘点记录 我是从已盘点的项目中执行抽盘没问题 错就错在 不能代为盘点 所以不恰当 一定要注意 不能代行管理层盘点的职责 另外 按照他描述的意思 是管理层完成了八个仓库的盘点之后 你取得了管理层编制的盘点表 你也可以答 他没有在现场观察管理层盘点程序的执行情况 答哪个那年都给分了 这分是白给的 括号四 然后看括号五 假公司年末存放于第三方仓库 慢点 原材料金额重大 只要有这种字眼 你肯定应该答应当进行存货什么 监盘 你做再多的程序 可能也不充分 不足够 A注的管理层让第三方 含正了这些原材料的名称规格数量 但是你解决不了什么 中和 矿 措施了单价 结果满意 据此认可了这些原材料的年末 账面价值 会计上的账面价值等于什么 账面余额减存货跌价准备 而存货跌价准备来源于存货的状况 有没有参资冷却 是不是只有监盘才能完成 对 其实这金额重大就已经断定了 他要进行监盘 所以你答哪个 从这个角度来说都算对 不恰当 没有就第三方保管的原材料状况 获取审计证据 或者你答应当进行存货 监盘 以获取 有关存货状况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他百分之百算你对 我们虽然简答题很多 考点很多 但是他每一种题 他都会有一些暗示语 否则你怎么知道 出题老师要考哪个节目 一定要把握住这种暗示语 他没关注状况是错的 好 这是我们第一道简答题 再讲一道 2018年的简答题 我稍微给改了一下 他说ABC事务所的 A著作怪计师负责审计 多加被审计单位 2017年的财务报表 与存货审计相关的部分事项 如下 他一共五件事 要求针对上述第一至五项 逐项指出 A著作怪计师的做法是否恰当 如不恰当 简要说明理由 恰当还用说吗 不用 读题试读慢一点 因已公司存货不存在特别风险 并且以前年度与存货相关的控制运行有效 A著作怪计师因此减少了本年度存货细节测试的样本量 什么呀 胡说八道 记住了 我们能不能利用以前的证据是说控制测试 要回答几个问题 第一 控制我们要关注它 是不是本年发生了变化 第二 是不是指在减轻特别风险的控制 那是不是每年都要测试 对 第三个 我们要看最近两年是不是进行了测试 因为是每三年或每隔两年测试一次 只有满足这样的条件 我们是不是才可能认为 它存货相关的内部控制是有效的 对 控制测试好 我是不是可以适当减少本年度实质性程序的样本量 所以它是这么说的 你看 不属于特别风险 而且它告诉你以前年度相关的控制运行有效 你发现了吗 它有一个点没说 它并没有关注相关的内部控制在本年 是不是变化 你可以答 我们并没有考虑相关的内部控制在本年 是不是变化 或者你说 以前年度存货相关的内部控制运行有效 并不能作为减少本年度存货细节测试样本量的理由和依据 也可以 所以这个题怎么答都不会丢分 不恰当 诸多怪奇师还应当了解相关控制在本期是否发生变化 这个点是不是跟我刚才说的一样 没错 或者你说 以前年度与存货相关的控制运行有效 并不能构成减少本年度细节测试样本规模的充分理由 啥就能成为充分理由了 我本年的控制运行有效 而且不属于减轻特别风险的 我可能减少本年实质性程序的测试量 好像貌似第二个更好答一点 控制测试的范围考虑的三个问题 大家记得我基础班是一个横向的问了三个问题 别错了 然后我们看第二个 丙公司采用连续编号的盘点标签记录 是不是相当于我们所谓的盘点表单 没错 盘点标签记录 盘点结果 他说并逐项录入形成盘点 结果 汇总表 他说A注度改师将抽盘样本的数量 抽盘样本的数量 跟盘点标签中记录的数量进行了核对 就等于逐项进行了核对 没有发现差异 据此认可了盘点结果汇总表记录的存货数量 我每一个单项跟每一个单项核对了 只能说每一个单项是正确的 你敢不敢说每一个单项正确的存货 盘点结果汇总表就是正确的 不敢 我们是不是还要把盘点标签汇总 再跟盘点结果汇总表核对一下 对 你不能核对前两个得出第三个没问题 这个就是读的细一点就能发现 所以不恰当A注度改师应该对第三个存货盘点结果汇总表进行复合 单项对你汇总错了不也是错了吗 或者把第一个抽盘的数量跟第三个盘点结果汇总表进行核对 或者你把第二个盘点标签的数量跟第三个盘点结果汇总表进行核对 你不能核对前两个得出第三个没问题 要不你核对完一二再核对一三 要不你核对完一二再核对二三 这不就是小学的数学问题吗 所以不下等 那年你答这几个结果理由哪个都算你对 然后我们看第三个 丁公司从事进口贸易 年末存货均于2017年12月购入 这是期末 金额重大 金额重大 他在告诉你什么 他应该进行存货键盘 尤其是他缺了一项状况的时候 更应该进行存货键盘 他说A注度概念是通过获取并检查 采购合同文字的 发票文字的 进口报关单文字的 验收入库单也是文字的 等支持性文件 认为获取了有关存货的存在 这个勉强能获取最值钱的是状况 充分适当的证据 你敢这么说吗 拿一堆纸质的直接就说存货的状况没问题 没有腐烂变质 不行 而且他这已经说了金额重大 我们面对重大账户余额应当实施 实质性程序 对存货来说 实质性程序就是存货键盘 不恰当 存货的财务报本是重要的 这句话是废话 你就说注度概念是应当实施键盘 键盘是最能证明状况的一手材料 别错了 这是括号三 然后看括号四 务公司的存货存放在多个地点 要获得完整的存货存放地点清单 并验证完整性 A注度概念是取得了存货存放地点清单 并检查了其完整性 对吗 对 第一个考点失败 根据各个地点存货余额的重要性 以及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 说了吗 说了 两个都说了 第二个考点失败 五个程序他没在这说 他说选取其中几个地点实施键盘 一丁点错都没有 验证了完整性 既考虑了不同地点存货余额的重要性 又考虑着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 所以括号四是恰当的 然后我们看括五 A注度概念是在己公司盘点结束后 完了 您没有观察 被审理单位存货盘点程序的执行情况 存货未开始流动前抵达盘点现场 对存货进行了检查并实施了抽盘 与己公司的盘点数量核对无误 据此认可了盘点结果 您并没有怎么着 并没有观察 或者说应当观察 几公司管理层制定的盘点程序的执行情况 我说过 不论内控好还是不好 这件事是您老人家必须要做的 所以括号五不恰当 有没有发现考点特别急重 对存货尖盘这款理由还是比较好拿分的 再看一道2017年的简答题 他说ABC会计师事务所的AE著作会计师 负责审计假公司2016年度的财务报表 与存货审计相关的部分事项如下 一共给了五件事 要求针对上述第一至五项逐项指出 AE著作会计师的做法是否恰当 如不恰当简要说明理由 恰当还用说理由吗 不用了 不提 假公司的存货存在特别风险 你告诉你要怎么着 能得出几个信息 第一 每年必须进行控制测试 绝不能什么 利用以前的证据 第二个 如果存在特别风险 了解内控是必须做的 能问一下吗 控制测试是必须做的吗 不是 那我能再问一句 如果不存在特别风险 了解内控做吗 也做 了解内控百分之百是必须要做的 我是了解所有的内部控制吗 不是 我只了解跟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 他说A著作会计师在了解相关内部控制以后 了解是必须做的 测试是必须做的 不是 未测试控制运行的有效 到这对吗 完全对 一定点错都没有 直接实施了细节测试 没问题 所以在这第一项是恰常的 然后我们看第二项 2016年12月25日 我审的是2016年 这叫非资产负债表日 A著作会计师对存货实施 监盘结果满意 因年末存货余额与盘点日 余额差异较小 A著作会计师根据监盘结果 认可了年末存货的数量 存货监盘最能解决的是数量和状况 但是这是非资产负债表日 我们应该将监盘截止 到资产负债表日存货的变度 要看它是否已经得到了 恰当的记录 就是那句套话 把它背下来就可以 不恰当 著作会计师应当测试 盘点日至资产负债表日之间 存货的变动 是否已经得到了恰当的记录 哪怕他说12月29日盘点的 只要不是31日 就答这句话 固定的模板 一个字都不落 把它背下来就可以 然后看框桑 在执行抽盘时 可以跟盘点同时进行 可以在盘点之后 但不能提前 因为我的抽盘是从已盘点的范围内抽盘 而且抽盘是双向抽盘 A著作会计师从存货盘点记录选取项目 追查至存货实物 这能证明存货的哪个认定存在 同时从存货实物中选取项目 追查至盘点记录 这能证明盘点记录的什么完整性 把这句套话给我背起来 以获取有关盘点记录准确性 有人说这不是存货的存在 怎么又说存货的准确性 人家说的是存货的存在 人家说的是盘点记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有问题 没有 双向抽盘 第三项是恰当的 不用说明理由 第四项 A著作怪计师向已公司韩正 由其保管的假公司存货的数量和状况 收到的传真件回函显示 传真件数量一致 状况良好 A著作怪计师据此认可了回函结果 收回回函的时候 一定要加以什么 验证 他貌似没有 不恰当 著作怪计师应当验证 传真件回函的可靠性 发出钱充分核对 全部和部分 发出时亲自发出 收回时亲自收回 加验证回函 这是让你背过的东西 其实这是专题二 含证的内容 我们要注意到 第五个 A著作怪计师获取了 假公司存货获零分析表 两个 完整性 准确性 一般给的是什么 准确性 让你答完整性 考虑了生产和仓储部门上报的存货回损情况 即存货键盘中对存货状况的检查情况 你是根据人家上报的数据 认为假公司财务人员编制的存货可编性性 总之计算表中计题的存货跌价准备的项目不存在阴漏 这回正好相反 它体现了完整性 没有考虑准确性 一般都给准确性 让你考虑完整性 所以括号五肯定不恰当 诸多怪计师还需要测试存货获零分析表的准确性 除了我们所谓的存货或零分析表 那么常考的还有利息支出的计算表 还有存货跌价准备的计算表 这一类的我们都要考虑完整性 我们都要考虑准确性 别错了 好 再看2016年的一个简单题 他说ABC事务所的A诸多怪计师负责审计 假公司多家被审计单位2015年度的财务报表 与存货审计相关的事项如下 他给了五件事 要求针对上述一到五项逐项指出A诸多怪计师的做法 是否恰当 如不恰当讲说明理由 读题时度慢一点 在对假公司存货实施键盘时 记住了 它是综合性程序 要做几个程序 四个 把那四个程序给我背下来 A诸多怪计师在存货盘点现场 评价了管理层用于记录和控制存货盘点结果的程序 这相当于在做控制测试 没问题 认为其设计有效 第二个A诸多怪计师检查了存货 没问题 第三个 执行抽盘后结束了现场工作 他没做什么 不是综合程序一共有四个吗 他没有观察存货盘点程序的执行情况 只要你让你把我前面跟你说的那四个点背下来 这个点不就拿到分了吗 所以不恰当 诸多怪计师应当观察管理层制定盘点程序的执行情况 没了 你不背 你怎么可能知道他正好缺这个点呢 不可能 第二 因已公司存货品种数量均交少 A诸多怪计师紧将尖盘程序用作实质性程序 没毛病 我把存货的尖盘程序用作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 取决于存货的重要性风险评估程序的结果等等 那么第三个 秉公司2015年末已入库未收到发票而暂顾的存货金额 永远记住金额等于数量乘以单价 而数量是通过存货监盘来解决的 再额外补充一个状况也是通过存货监盘来解决的 存货监盘唯一解决不了的是单价 A诸多怪计师对存货实施了监盘 保证了数量 保证了状况 测试了采购和销售交易的截止 未发现差错 据此认可 暂顾的存货记录准确 他不是在说金额准确吗 他没有对单价进行测试 只保证了数量 只保证了状况 你改说记录吗 不改 所以 扩号三 不恰当 A诸多怪师没有检查 或者是应当检查暂顾存货的单价 或者你说 A诸多怪师应该对存货的单价 进行测试都没问题 第四个 丁公司管理层未将以前年度 以全额计题存货跌价准备的存货 纳入本年末存货的范围 记得不记得 我曾经不止一次跟您说过 纳不纳入监盘范围 盘检范围 就两个字 产 跟你是不是全额计题的存货跌价准备 有关系吗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所以这个点错了 A诸多怪师检查了以前年度的审计工作机稿 认可了管理层的做法 不恰当 存货键盘是证明存货存在的 以全额计题跌价准备的存货 只是它的账面价值为零 但数量仍然在 或者你说 被审计单位 应该将所有产权属于它的存货 都应该纳入监盘范围 这么答 也对 括号五 几公司管理层规定 由生产部门人员对全部存货 进行盘点 盘点是你管理层的事 谁盘点 不重要 再由财务部门人员抽取 百分之五十进行复盘 更完美了 A住得外是对复盘的项目执行抽盘 慢点 你是所有的存货都盘点了 你只对百分之五十的项目进行复盘 而我是从你一半的复盘项目中进行抽盘 不对 我说过 抽盘本身就是个局部的概念 不能局部再有局部 我们应该从所有的存货中 确定抽盘的项目 而不能只是从复盘项目中 确定抽盘的项目 未发现差异 据此认可了管理层的盘点结果 不恰当 抽盘的总体不完整 你就说 应该从所有存货中 确定抽盘的总体 或者确定抽盘的项目 他肯定也给你分 最好再答一句 不应该只从复盘项目 然后确定抽盘项目 多答这么一句 这个分妥妥的多到手了 我们著头盖 其实考试 你只要有他采分的那个点 他就给你分 你答四句 有一句是有那个点 他就给你分 其他三句他根本不看 所以宁可多答 这别少答 然后再看2014年的一道检查题 他说甲公司 主要从事家电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ABC事务所负责审计 甲公司2013年度的财务报表 审计项目组在审计工作机稿中 记录了与存货监盘相关的情况 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一共给了六件事 要求针对上述第一至五项 逐项指出审计项目组的做法是否恰当 如不恰当讲说明理由 先说第一问 探块一 审计项目组你不信赖 预存货相关的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可以吗 可以 说两句话 了解内控是必须的 但是控制测试是必须的吗 不是 控制测试是选择做的 当我了解内控不好 我不打算新来跟存货 相关的内部控制运行 有效性 可以吗 可以 我更多的依赖什么 实质性程序 所以他说固在监盘时 不再观察管理层制定的盘点程序的 执行情况大错特错 我管你新来不新来 我管你测试不测试 观察是必须做的 否 无论是否新来内部控制 诸多怪奇师在监盘中 均应当观察 管理层制定的盘点程序的执行情况 千万别错了 这是括号一 括号 审计项目组获取了盘点日前后存货收发和移动的凭证 以确定 是不是12月31日5点 之前产权属于我的都纳入盘点范围 之前产权部属于我的都不再纳入盘点范围 他说假公司是否将盘点日前入库的存货属于我 纳入盘点范围 盘点日后出库的存货 是不是在盘点日前属于我呀 依然纳入盘点范围 以及以确认为销售但尚未出库的存货 如果满足我们会计的售后贷管安排 是不是不应该拿入盘点范围 对 他说包括在盘点范围内 第二项就错了 以确认为销售 哪怕我们尚未出库的存货 不应该包括在盘点范围内 这是括号二 括号三 由于假公司人寿不足 又来了 代为盘点不对 审计项目组受管理层委托 于2013年12月31日 正好在资产负债表日这天 说明他考的不是那句话 哪句话 如果你的盘点日是非资产负债表日 应该保证盘点日到资产负债表日 存货的变动已经得到了恰当的会计处理 没有考这句话 假公司异地专卖店的存货 并将盘点记录 作为假公司盘点记录和审计项目组 监盘工作机稿 错了 不能代为盘点 否审计项目组代管理层执行盘点工作 将会影响独立性 或者你的定期盘点存货 是假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没了 或者你就很直白的说 审计项目组不能代为盘点存货 他肯定给你分 这是括号三的内容 括号四 审计项目组按存货项目定义抽样单元 选取A产品抽盘样本项目之一 把A产品作为抽盘样本项目之一 不能局部再有局部 我们要选取所有的A产品进行抽盘 他说A产品分布在五个残库中 考虑到抽盘人员安排困难 审计项目组对其中三个仓库的A产品执行抽盘 未发现差异 对该样本项目的抽盘结果满意 肯定是不恰当的 否 当A产品被选择为样本项目时 应该对所有A产品执行抽盘 如果我是你 我会答一句话 看见这句话了吗 考虑了监盘人员安排困难 我们应该答这么一句话 多答一句话 由于审计的时间或者成本等原因 不能把这种困难作为减少不可替代审计程序的理由 所以应该对五个仓库的A产品执行抽盘 详弃这句话了吧 把它达成更完美 这是括号四括号五 在假公司存货盘点结束前 审计项目中取得并检查了以天用作废 未使用盘点表单的号码记录 一定要记住八个字叫连续编号 一定要记住八个字叫全部收回 那么确定其是否连续编号 以及已发放的表单是否居易收回 并以存货盘点汇通表中记录的盘点表单 使用情况一致 完美 这句话正好是教材的原文 我让你背下来的一定要背得起来 是还用打理由吗 不用了 然后我们看括号 针对上述第六项 列举三项审计项目中可以实施的审计程序 不被怎么能毁 括号六是假公司部分产成品存放在第三方仓库 其年末余额占资产总额的10% 他在告诉你存货的金额什么重大 审计项目中可以实施的程序 第一项宝管存货第三方含证存货的数量和状况 第二实施检查程序 或者检查与第三方保管存货相关的文件记录 或者对第三方保管的存货实施监盘 或者安排其他注册外计师对第三方保管的存货实施监盘 含证检查或其他程序 这是我们教材的打法 其他程序给了四个 一定要能默契下来 获取其他注册外计师或提供仓库服务第三方注册外计师 针对第三方用于保证存货得到恰当的盘点 和保管的内部控制适当性而出具的审计报告 这就是我让你背的程序 一定要背的下来 讲到现在 专题五 存货尖盘 我就给大家讲到这 那这一讲我就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